歡迎收看駭Sir的手機 駭Sir 是 未來的事是否要看懂事做人 看懂事做人 又看中東局勢做人 又看特朗普做人 想要看這個 特朗普最主要看的就是中美貿易方面 懂事就不用看了 懂事不用看嗎 為甚麼 昨晚看完了 鮑威爾說完就說完 看完了 預算了一定減 是基本這樣 是 但現在有些人想 你減四分一還是半利 四分一 四分一 沒有半利 沒有半利 沒有 那些人本來都想 你可能減半利 你減多了四分一 上次減完 估完半利之後 已經猜錯了 是 是吧 很簡單 你估完之後 估錯了 市場就調整了下來 是吧 然後現在又說 它又可以有四分一 就是這樣 這樣 還會不會多過四分一來 看它又說 看經濟數據 哦 任它說 又不是任它說 它是說得對的 是嗎 是的 是 先看看市場 好 先看看市場 好 看看市場 很簡單 市場的時鐘 哦 哦 跌了下來之後 現在就 哦 現在就開始彈上來 為什麼呢 我看一件事 這個呢 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 要討論 可以討論貿易 先彈上去 是 那這個就是 跟著就說 這個就是 這個已經是 這個第一件事 可以討論 是 6月18日可以討論 那已經升了最大的升幅 那跟著這裡就是 討論了 嗯 討論了 是 這裏討論了 即是這裏討論了 27、28日討論了 那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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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討論了 其實這個升幅呢 你討論了 說大家又討論了 嗯 那 其實就比這裏 這個呢 已經是 整個這個升幅 消化了特朗普的東西 是 那跟著呢 就跟著那些人就說 啊 接下來的時候 會這個是 減息了 那怎知道突然間 那個 那個數字叫飛龍 是 很近哦 很近的時鐘 跌了下來 那跌了下來之後 突然間又說到 啊 7月不再減息了 連這個25點子都沒有了 要到9月才減了 那跌下來那麼多 那到昨晚呢 那這裏又再說 不是啦 7月可以減息了 他當然沒有說到 是25點子 是50點子 不看死你都是25點子的 嗯 那這裏又彈上來 就是這麼簡單 那其實整個東西 這個是特朗普 升市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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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分樂觀預期的 減息的升市 這個是 回歸現實的跌市 這個又再 有再度幻想的 升市 嗯 就是這個跌口問題 那例如是多少呢 那你這裏 你是說 零點這個是 5來嘛 是 這裡你猜是0.25 那我估計 是 那這些位置是多少呢 那這些位置 就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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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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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整整一下 其實這裏 打電話就是這裏 但是打電話之前 你以為那些人不知道嗎 我經常都說 黨普的朋友是炒伙 是 是 不是習近平打電話給特朗普 特朗普打人 好了 國企指數就是這樣 上正指數 沒有太大影響 為甚麼呢 因為美國減息關於中國減息的息口是甚麼事 可能可以跟減 發夢 好 深圳成績之族又是這樣的 包裝數不同了 這樣升上去 為甚麼會是升了之後會跌下來的 人們本來想減半尼 突然不肯認是不是減半尼 那就下來了 當然不是 不關事嗎 這裏是Apple出現問題 之後S&P 就升穿升見新高 好嗎 好 接著就是Nickei 又是沒有甚麼動作 這個是尾指 尾指就開始回落 向你的狗亂不方向 這裏的時鐘 人們就開始說 又好事了 這個不打仗了 即是中美貿易戰沒有了 現在這裏就下來了 那將會怎樣呢 因為你始終 這裏就會認為你不減息 因為飛龍那麼厲害 就升了上去 現在這裏就回來了 大概9月6、9月5這些地方 最終是怎樣 我一直都說 2025至2030年度 開始 我們會看到美金 應該很確切地 是有一個回下的趨勢 再跟著美元對日元 都在現在這裏範圍 遲些少少 又會去回104這邊 不過這個當然 今年入面未必見104 今年可能見到106 105 明年你就可以見到104 會不會見到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看美金 當美金弱 日元便會強 是 錫Sir剛才提到 鮑威爾昨天說完之後 大家都覺得 這裏遇到減眼了 錫Sir預計也是四分一離 先不要急進 看看他昨天說些什麼 好嗎 昨天說的就是 貿易不找到 所以環球經濟數據 有些尋憂 有個亂流 什麼叫亂流 就是有好的 又有不好的 這叫亂流 如果是直流 就是要是好 要是不好 要是不好 所以既然又好 又又不好 那怎麼辦呢 就是你愛我 你不愛我 你愛我 你不愛我 就是滅化犯那個 是 即使你永遠都見不到答案 是吧 現在最好的 你問我 你究竟要加息還是減息 亂流 讓流先清淨 我知道要加息還是減息 現在不知道 昨天美國國會有個國會議員 是民主黨的 他問了一個是值億萬元的問題 黃不厲害 是的 我們說千萬元已經不好 他直接問這個是 鮑威爾 他說 你看什麼經濟數據 決定你減息與否 很重要 哇 鮑威爾回答他 這個問題是否是億萬元的問題 對 要看這個數據 我知道 這個議員 是兩件事 一 很高手 是 是 想哄鮑威爾說話 第二 這個人仔 就低B到B 為什麼 問了這麼蠢的問題 是吧 如果我是鮑威爾 你以為我會怎樣回答他 撒掉他 不會 給我一個大頭 行不行 好 那我是鮑威爾 我會回答他 先生 你的問題 我也很想知道有個答案 不過我看經濟數據 就不是看一個 我是看這麼多的 你看完回來再跟我說 哦 什麼數目看 或者 我又不要跟那個 你看完回來跟我說 等我回去看完之後 總結了 就給你 沒有一個人這麼蠢 最蠢 是看一個數據的 帥哥 哦 他不會說這句 是嗎 是 因為那個帥哥真的很帥 哦 還有一樣 他問問題 真的沒有信心 所以為什麼呢 一定要看這些東西 他問這個問題 他問那個問題 他問這個問題 他問他問他 在前後 是緊張的 他很緊張的 他不知道是在問什麼 他可能被人 解釋出來問 哦 只能作為一個 在國會的 所謂的 財經事務會議上面 問這個 你減少看什麼 經濟數據 他還要說一口口 要看完他之後 哦 是 那麼低B 就是美國的財經 國會議員做財經 要麼他就很高手 哄大陸 哄白威爾說話 是不是 由於他的身體語言 就知道他不是高手 後面那個後者 是不是 所以這些事情 當有這樣的議員在 我出來做白威爾 我真的 是 是 你會問的 是 是 所以這是不是億萬元的問題 答到就是 不是答到就是 是億萬元的死蠢問題 好 回來看這裏 好 所以你昨天看這些政會的事情 當每個議員 他們都已經有一個心 去做某一件事 他基本就不會在那裏 真正為那種事而討論 是嗎 當別人說 說有 cross current 都會做問題 那你怎麼一錘定音 我真的一錘打死他 好 總結說 今季美國經濟增長 似乎比較溫和 什麼叫溫和 都有 即是跌了 都有 這個即是跌了 就叫溫和 這個 我今個月 那些錢不是太用 即是破產 這樣 我多過外國主流的經濟 在近的經濟需要減弱 當然 那你打貿戰 原來那些適當行動 Act as Appropriate 去維持經濟擴張 那什麼叫做 Act as Appropriate 即是很簡單說 那個小朋友 他問 即是他懂得去問 他會問 阿豹先生 你吃多少口飯 為飽你為止 阿豹先生 他說 淡飯不在多 看下你的淡 是大淡還是細淡 是吧 好了 美國經濟營維持 一個凝固的增長 所謂增長 勞工市場強勁 通脹將回到局方的2% 那 這一點最重要 通脹將會回到局方的2%目標水平 這其實代表什麼 即現在這麼低迷的通脹 低迷的通脹 並不是持久的 哦 謀佔 只會是transistory 即是暫時性低通脹 遲些通脹都會升上來 若然暫時通脹低了下去 遲些會升上來 那現場我要加息還是減息 升過下加 是吧 是 我應該不要減太多息 是吧 最重要 所以這件事 他說 很多人說 你2%通脹 他說 遲些通脹會升上來 兩個目標水平 即現在當然低於62 是 不代謝通脹會回升 嗯 減什麼 減少少 這個意思就是這麼大 是 是 好了 通脹的情況持續的時間 教育局方 與其更長的風險 即是說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會遲長了一點點 那麼 本月會不會減半利息呢 當然是拒絕正面回應 這些發蒙 這些 一回答之後 始終 這個不是億萬元的問題 是千億元問題 噢 再接著回答這個問題 很簡單 即使自己租共黨的甲職 都不會離開崗位 很簡單 因為他是聯邦處理高的人 始終不是由 特朗普委任 特朗普只是委任到 有幾個委員 那他離開了 他不做主席 他就做回普通理事 是 普通理事都可以有投票權 投票權和主席投票權相約 只可以有兩票 反對減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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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樣的 是 好了 即是說 減息那樣東西 現在 減2厘 至2.25厘 不是 2到2.25厘 就有71% 即是減四倍 減這麼少的 就有28% 加起來之後 就有100% 減硬 即是減硬 是 是 好了 高盛的就說 現在美股升勢 已經反映了大部分 來減息 不會推升美股 不錯 還有10% 還有10% 是 這是歷史的走向 是 10%至5% 之後就掛拔 好 好了 根據美國 中美突如 美國中美突如 美國中美突如 會有利好味 即是 但預料中美 不會在短時間內達成協議 是 講完 還未見面 好了 UBS 最減息價托市效用 其實好像經濟基本面 中國的20年 減息對市營利 等股值的市營利 都十分短暫 當有 交易數據出現時 就會衰退 2010年和2027年 當時 行指的目標 營利市的增長是零 減息作用很小 為什麼 你減息 即是你的公司不賺錢 那怎麼辦 都沒用 是嗎 是 因為隔離的人衰 即是你持的股票 還衰 因為他不賺錢 是 那有什麼升 沒有 好 經濟數據 並不支持美國短期的減息 因為最主要就是 就業數據好 不減息又怕市場失望 導致美國出現新一輪波動 即是會跌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霸威爾遇到的問題 減息 不減息 減息 不減息 減息 不減息 減息 在第二章 免得 美國花旗銀行指 6月是美國飛龍數字激增到22 22萬元 中美物資是出於緩和 都是連儲告月底採取官網態度的原因 本週是儲告元市場的 預期最後機會 說了 說了 完 即是不對 是的 經濟下的壓力 即是中美物資源的中美變數 如果 美國聯儂數據減息 人行會跟隨減息 會大會上升 確保經濟穩定 和經濟增重保值月 真的 你有猜得對 剛才說 美國減的話 人行又減 會不會 我不問 會不會 美國不減 人行減 人行用的 定向放準 哦 這樣不是全面的 美國人 美國人是沒有定向放準 如果有跟定向放準 的話 大哥 他又再跟著中國人 尾 哦 所以一定不能有定向放準 中國人就是定向放準 定向放準 這個意思是 在目前減息的環境下 可以出現 你再減息 一定是有錢人 是最有幫助的 所以對有錢人就不能減息 對窮人就要減息 這樣才是 這叫定向放準 這叫定向放準 減息不是一大圍的 時速 就像魚蘭節一樣 殺豆腐這樣出去 哦 是 是不是 有需要的就是餵豆腐 沒有需要的就是餵水 所以為何於魚蘭節 人家有水豆腐 哦 是 好了 大摩 他說當環球數據要減息並行 環球數據的利淡 就會強過減息利好 就是 天下跌下來 你單把傘把鬼嗎 嗯 都沒有用 只有當下雨 你單把傘就會有用 嗯 地震你單把傘 是 好 當全球股市配置降借 他現在就將全球股市配置在2014年最低 指未來三個月前景要緊散 這個沒有 Stanley說的 嗯 那麼這裡呢 也都在說一件事 就是怎樣呢 是這個未想 未 未想 未想 他們是在說的 那 這就是這個 一道到一道 一道到一道 減完息之後加息 接著就會是 市跌了 這就是這樣 這個需要加息 減完之後 這個開始加息 加息 沒期 就要跌了 又加息又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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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現在根本是我們從2017年開始 美國總共是前前後後加了 我不記得了 七次 八次 差不多了 所以現在已經加到最後那次 所以接下來可能會出現跌 這是他們的看法 會不會呢? 你還要計算有5-10%升 我又覺得這個很簡單 是 減息就減一下 不過能益到你嗎? 市升也能益到 你供樓 沒有樓供先 我還沒息 這日用港式供 一般供樓那些 你說這個市升了上去 升了多久呢? 不知道 升了多久呢? 是不是? 升了之後你買不買呢? 你買了時鐘 是否讓它滾下來呢? 是 因為現在不是一個直線單程路的東西 是波動的 波動的東西 波動的東西之中 根本要看減息 減息是一個長期才產生現象的東西 例如你減息 是需要6個月之後才看到效果 亦都被消化了6個月 如果加息也是差不多 這是一般經濟學所說的東西 是 不過你看看今天 你看看 你飽威爾一說 暗時有減息 還沒到減息 還沒到減息 還沒到 市升了上去 是 即反應 到你真正減息的時候 我就死給你看 是 因為這個就是 buy on rumor sell on fact 這個 所有的投資者都基本是這樣做的 若然是這樣的話 很簡單 你今早早有買過貨嗎 沒有 那你明天去不去買貨嗎 不知道 買吧 那你明天又不知道又不買 那你星期一回來買不買貨嗎 游升 游升 好 那星期三早上你買不買貨嗎 還有不買貨嗎 我不知道 是 你說 買吧 買一點 買一點 就跌了 還沒 還沒 星期四又升 開心 那你買不買貨嗎 再增加一點 再增加一點 那星期五呢 是 噢 不斷地這樣升 是呀 好笑 當你買貨後便會跌 到七月尾了 是嗎 是 是 很簡單 當時的時 聯邦崔佑說 我加你點二五 會不會接著又炒 然後九月又減 這樣 好 現在你七月三 到九月才減 是 即是說由這裏有一個半月 我當它九月是九月中開 是 今晚有一個半月的時期 之中 是 沒有了利好消息支持 跟著的時期之中 中美談判 假設 假設 是 到時候再吵架 噢 這樣啊 真是沒有運行 所以 要買 快趣 走 都要快趣 如果今晚才聽的呢 明天不要這樣 不要想 還是不要買 不要買 哦 為什麼呢 最怕就是 反應太快 太慢了 哦 是 到你這個 其實應該要怎樣 應該要昨晚 聽完之後 在那邊 已經要買夜期 哦 是 夜期升了上去之後 跟著在這裏買 跟著那裏 平了夜期 你在夜期賺了 因為你這裏的價格升了 嗯 你要這樣做 所以這個世界 走得快 好世界 走得摩 沒有鼻子 哦 好投資者 跟著那樣的 為什麼要這樣呢 波動太快 是 這個沒有法 這個 如果你逆完 不想波動太快 那我只要這樣說 你就看了我的手勢了 哦 現在試一下 那些價格不斷升 嗯 開心吧 出貨 哦 怎麼猜到那是最高呢 不用的 不用 很簡單的事情 我只是問你 反而有些東西會這樣升上去 嗯 這個射水喉效應 射了上去的 就會跌下來 是 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 嗯 是 是不是 那 現在這個世界真的很好景嗎 又不是 就是這樣 哦 指而短炒馬 是啊 所以一定要反應快 是 跟你決定 渣沽 真真正正 狠下心 是 定好 只賺 只褫毀 嗯 現在不是再跟著 是由70年代 一號星 升到90年代 給你的事 嗯 是 可以升足二十幾三十年 你可以坐在那裡慢慢做 現在現在買賣股票的東西 不是一個buy and hold 的時候 若然你buy and hold 的話 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 你的資金真的不需要的 嗯 你hold它呢 十年八載 沒有的話 都三五七載 嗯 沒有的話 你這要三五七個月 哦 然後呢 再看看 你又怎樣做 嗯 如果你說 啊 這樣上去跟著之後 哎呀 沒有東西 我又出 又紫舌 哎呀 上去 又去買 哎呀 又紫舌走人 那你很快脫了 就沒有了 嗯 是 這樣 你要是 就沒有信心 嗯 是 要是你有信心 現在的股票是屬於 讚死膽大的 嗯 是 就嚇死膽小的 哦 那你膽大還是膽小 我膽小 不是 你膽大心小 是 不要這樣說 這樣啊 阿嫂也不太喜歡你 你膽大心小的人 即是與其看清楚一點 就不如不要進去吧 我又不是 哎 各自 哦 各自去處理 是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嗯 嗯 那會不會說 七月尾 講完減息之後 市場真的會 對回來呢 應該會 應該會 是 接著去看茅子 除非 在這個過程裡面 嗯 特朗普說 哎 我們不打架 是 我們簽過和約 是 我們簽過和約 起我做了總統之後 我都不打你 嗯 有生之年 是 好嗎 起我有做總統之事 我都不打你 是 這樣我就行了 嗯 不過 你相信他簽了之後 他會遵守嗎 他說你不遵守 是 是 所以這件事 就是他說想簽給你這麼好 你都不敢應 接不接受他這個波 是 所以你說 是不是好 是 就是 糾結 嗯 嗯 是 就是 趁這半個月月月期 這個世界很簡單 你喜歡的就賺錢 嗯 是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 最重要的是 早的只賺指示位 哦 是 會不會趁現在還未減息 進入高息股呢 減多少次息呢 不知道啊 起碼一次才 哈哈 一次那次 你會認為今天的升市 是否已經發明了 發明了 哎呀 是嗎 是 是 那些人現在估計 今年兩次三次的嘛 如果估計兩次三次的話 7月應該已經要減0.5厘了 哦 這樣啊 這樣 就是 又要想一想 嗯 這個很簡單而已 是 減息 美國是需要的 嗯 真的2020年的話 年中左右 美國需要加息 啊 又這麼快又加息了嗎 是啊 這樣就是 就是這樣 很快的 加了兩三次而已 真的就是 加息之後 六個月未夠 又要減息 減息之後 六個月又要減息 這個世界是這樣 是 這個快速時代 火箭年代 嗯 嗯 這樣啊 如果又轉回加息 不然市場又很危險 不會的 不會啊 都自己而已 你加完之後 我看著你減的了 我拿到你減為市 哦 哦 要這麼長才可以拿到 是 不過問題就是 越減越減的話 再跟著減息是多少呢 我這裡也再提 有一個叫負利率的問題 是 那究竟大家要怎麼處置呢 嗯 香港暫時未見到負利率 還未 不過這個遲早會出來的 哦 香港也有負利率 是 那大家應該怎麼處置呢 嗯 那這個 還未需要這麼擔心住 還未有很久 好像現在還未到午飯時間 那這麼快就脆 下去打粥吃飯做什麼 有些人早點餓的嘛 早點餓 早點餓 還未下班了 好 下班了 好 好 總之今個月就減眼 是 預住四分之一 起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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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麼知道呢 等到這個28號的時候 是 嘩 真是 中國都跪下了 哦 然後就說 我拿了這些錢給你 我買了你美國國債 我不用你還 我給你了 真的不用減 是 是吧 每個美國人的時鐘 我拿去四萬一億 那你們只有三億人 每人有一萬 好 美國檸檬處理局 怎麼減息 是 沒有正好 先減住 謝謝石sir 好 想重溫石sir的手機欄 歡迎到HKE.com的地面區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我們下星期再見 我們下星期再見 報道 無限 獅人 眼睛 我